主席 在座的我们的文化部的官员 大家早安可不可以请部长 请农部长答案 立委员早安 部长早 这个刚刚我听的报告 就是有关这个我们文化的这些资产 订定了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文化景观也好 聚落也好建筑也好 这个数量都非常非常的庞大 那我想要了解就是说 当然了文化是 是一个生活 是这一群人在这块土地上 生活的一个很特征的表现 那么我们订了这么多的 不管是古迹也好 建筑也好 聚落也好 遗址等等等等 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它如何来维护 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在资源上面的分配 它的状况是如何 我们对于地方政府是有依它本身的财务状况 将它跟地方能够出资跟中央的出资 做不同等级的处理 那李伟员如果对这个等级的处理有兴趣的话 我是不是请局长跟您说明一下 目前依文治法的规定 如果每一个既有文化市产身份的古迹历史建筑 它要拟定一个管理维护计划 这是第一点 然后如果说我们补制的话 我们按各县市政府的财政分级 分五级 然后我们补制比例由从90%到35% 这一个 然后每一个县市政府一定要有配合款 一定要有配合款 是这样的 我所担心的是说 有些文化的遗产 它所处的县市 可能在经济的财政的发展上面 并不是这么样的健康或者是健全 他们的本身财务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会不会出现了财政状况好的县市 它的文化资产 遗产这些的数量 相对的比文化资 这个财政状况比较差的县市呢 相对的比较多 那纯然是因为它的财政 能够导致了它比较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遗产的规划 所以文化部在这方面 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子的问题 有没有做这样子的分析 有 李委员 其实我们相当重视 就是我们对于22个县市 到底有没有 就是说 就是说不能够都是随机 而完全没有规划 跟没有全貌在心中的补贴 那您刚刚所说的状况会有两个成因 一个成因是说 有些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原因 比如说台南的古迹 一定是比加以多的 因为它的历史成因就是如此 那台北的古迹 也会比别的地方多 也是因为它的历史的成因 所以这个是一定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对于财务了 你比如说澎湖县 或者是云林 那像就是财务比较困难的县市 对于您所您刚刚所提出的问题 为了要不发生这种状况 就是说因为你财务不足 使得你的土地上的古迹 都没有办法得到维护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定定 不同的标准 对于财务状况比较好的 我们的补助可能是非常的低 它自己的财政要出相当的多 那像有一些地区 包括比如说澎湖 就可能是中央出到90% 几乎是全额了 但是你说是不是要把它变成是说 百分之百都是中央政府的 这可能也不好 因为这会让地方政府 他全盘的依赖 他不认为文资是他自己的责任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进行的 对于您所忧虑的那个问题 其实都有在考虑之中 那么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文化资产的遗产的 跟这个社会的发展 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冲突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举个例子 以台北市或者新北市而言 它有很多的这个比较老旧的环境啊 它具有一些历史的意义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又涉及到了都市区域的发展呢 可能它面对的是一个社会这种要求更新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何让文化的遗产跟都会的发展能够搭配 文化部在这方面怎么样处理 是 李委员这方面呢 我们其实有多种的管道同时并进 第一个管道是 当它跟个人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 它还不见得是开发跟保存之间的冲突 而是跟它个人利益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是一定要经过非常细致跟长时间的沟通跟协调 那第二个是如果是大规模的跟整个社区的 它的这个开发跟保存有冲突的时候 这个时候都要看个案而定 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以欧洲为例 欧洲的城市当它自己本身的财政非常充沛的时候 它在一个老区里头要保护一个老房子的保留 而不让它被拆掉变成一个新奇怪的大楼的时候 或者是说一栋老房子 它要内部整修 这个时候 你会用充分的裁员进去 用古老的手法去做内部的整修 那这个就是说 它如果用拆掉 然后怪手进去去修补的话 它可能花的费用是 我们用老的手法去修补它的 要花三倍的钱 那这个时候是这些先进的国家 以及裁员充沛的城市 它就会有能力去用古老的手法去修它 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 就是以每一个个案而言 它到底是我们的裁员可以支持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用文资优先的方式去处理 但是中间确实牵涉到非常多的协调跟沟通 部长你这个观念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就拿实际的案例来说明好了 像台大 台湾大学就在台北市区 有很多很多的古老的旧房舍 那这个旧房舍呢 它的这个状况呢 也非常的糟糕 你说把它变成一个 如果那样长这样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可以当成是一个文化遗产 或者是古迹的话 可能可能看起来 也并不是那么的舒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究竟是要台湾大学来负责 还是文化部 还是台北市政府 既然把它指定为 如果把它指定为古迹的话 那么很显然 以大学的角度来看 它是没办法负担的 可是财产在它的身上 那请问你像这样的情况 应该如何处理 我们按照现在的文思法而言 谁是他的所有权者 或者是管理机关 谁就应该负责 因为如果不是照这样的做法的话 你就会变成是说 那么是不是地方政府 跟县市政府 全部都要用中央政府的财政来处理 这是做不到的 那所以这方面 有两个方面要考虑的 一个是说 我们大概也不可能变成一个 古迹或者文资的原教旨主义者 就是不管你后续 有没有任何的能力去维护它 面对它 你全部一概指定为古迹 这是我所说的原教旨主义者 这个大概也是非常的不合实际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还是我们对文资单位的话 按照文资法来走 就是要要求你的所有权人 跟管理机关 你必须要负起责任来 你包括我们 为什么这一次的文资法里头 我们会要求公有建筑的管理者 你必须负起责任来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如果今天如果不负责任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具体的作为 可以让他负起责任 这个执行的部分 我是不是可以请局长跟您解释 我想就部长刚刚所讲的部分 那依文文资法第八条 公有古迹 它是要所有人自己来编列预算 那如果不实行 有回准古迹的话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文资法94条 它回准古迹的话 它有刑法的 然后再来就如果你管理 违物不好的话 要进入97条 它有刑圣法 也就是有法源的 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好 我希望 我希望社会对于文化的保存 古迹的保存 跟社会的发展 都会的发展 能够一致 能够互相的配合 而不要变成了 因为把它列为了古迹 把它变成了遗产 反而把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发展 受到影响到了 它不但 它本身也不去做改善 然后就放在那边 变成了一个废墟 这是非常遗害的事情 李文 我非常赞成你这个原则 就是说在开发 跟所谓的经济的发展 跟文资的保存之间 它一定是一个 有机的互动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一刀两断的对峙 就是说在济南路这边 就有看得到一栋 很古老的日式的建筑 它就装饰得非常好 不是让它腿废掉 那么这样的话 它虽然它的房舍建筑是老式的 可是它跟整个社区的这种关系 看起来是和谐的 那么至少这个是应该 应该去鼓励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这边刚刚也提到了 局长也提到了 所谓的我们世界遗产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看部长也有这边 也有说明 有很多很多的世界遗产的潜力点 那么我们也最近看到了 现在连泡菜 连这个核菜 日本的核食到租蒜 他们都能够申请为遗产 世界遗产 我们文化部在这方面 到底进度如何 能够让我们这些潜力的遗产 能够申请为世界的遗产 执行的层面 我也请局长回答 这一部分我想我们有组成了一个 我们整个世界遗产推动委员会 然后也进行了七次 那目前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要帮这些潜力点写申请的文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因为我想我们申请事业 也是要由下而上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是来协助地方政府来进行 这第二个 第三个刚刚所讲的是非语的部分 实际上我们十二处里面 有一些传统艺术跟民主 包括一些布袋系 歌载系 还有一些南管北管 破罗斯都 马祖信仰 王爷信仰 这一部分我们都是在推动为 非语的潜力点 这一部分 所以现在的申请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还没有踏出去是不是 还是在内部 你看了七次会还是在内部检讨 为什么会这么慢 有这么困难吗 这个部分不是说 因为我想先把准备好以后 因为一到申请事业 或非语的话 它有两个很重要 一个是申请文本 第二个就是它要进你管理维护 这一部分 然后要透过我们中央政府的体系里面 向联合国来申请 但是因为在联合国条约里面有规定 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是属于联合国会员国 第二个你要签约保护条例 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我想 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那个时候 我们先把整个的这个推动事业的工作 先准备好 再来进行那一部分 好那部长 显然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必须要以国家的地位跟身份去申请 文化部在这方面有什么策略 有 我们当然申请事业 它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个目的当然是对国际呈现我们的文资的成果 那另外一个目的是自我的激励 所以在这个文化遗产的推动上 适宜的申请的这个推动上呢 其实对自我的激励这个部分 是并不在乎外面的事情的 所以这个这个部分是当然是本来就有成效的 那但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那你如何去申请的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是有所突破 是如果能够跟两岸变成了一个合作的项目 因为文化资产它完全是超乎意识形态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在努力中 好 我希望这个是列入谈判的一个项目 是 那最后一点 有没有定时间表 时间表 其实我们自己有内部的时间表 有的 内部时间表不宜公开 因为怕没办法成功 是 是 我希望这样子倒过来 你时间表不要一步到位 但是至少把那个逐步的过程 分成几个阶段 我们第一个阶段 比如说适宜的准备工作 我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然后我下一步就是要跟你把整个过程先把它的规划好 自己能够操之在我的部分 先把时间表定出来 是 我完全赞成 对社会公布 可以不可以 是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